干嘛呀 这不废铁了吗 跨端夜市怎么废铁 出手 你明天白天再来吧 老板不在 大姐 大姐 跟你说了 你别在这儿等了 你明天白天再来吧 大姐 我就在这儿等 你能跟老板说一声 让他早点回来吗 我着急用钱 真的 谢谢了 大姐 你就一个人啊 就我自己 快点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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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管 快点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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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点儿水吧 比叶着吗 你卖的什么呀 你别玩了 喝完吧 喝完吧 这玩意儿他妈能外吗 你说想被判是不是 我告诉你啊 我没见过你 你也别说你来过这儿 赶紧收拾东西给我滚蛋 不是 你也是啊 你 你干嘛把他放下来啊 不是跟你说了不能随便让人进吗 什么东西你也不看一看 到时候出了事说不清楚 我妈在医院快死了 我真的需要钱 别编瞎话 求你们了 滚蛋 别在这儿待着了 走吧 你妈住哪个医院 电小医院 什么病 心脏病 性格 心肌炎人气的 急性 我去 差多少钱 住院费 医药费 一百四十多 我妈 病得重 也许什么月 估计三百多吧 医生说了 不用特效药 那个就没底了 等会儿 你 你在这儿等着 你 这您摆着就是个骗子 给我 不是 你把钱借给他 你上哪儿找他去 算我借了 就这么多了 谢谢 谢谢 不用谢 干点活吧 好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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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劲 这个必须 大家一块儿 凭照动 来 来 来 做生意都不容易 咱们喝个团结酒 许 赵总敬酒 许总没酒了 我给许总倒了 对 对 对 我没酒了 许总 我可是听说 到北边做商业 得喝大酒 咱们那儿喝酒跟喝水一样 你要是实在 一个女孩去不了的话 我替你待会儿也行 那怎么行呢 我得去 我用这个喝 别 别 别 你这胡太大了 赵总 初次见面 以表诚意 吴总 说好了 带我玩 达达 不许总 初次见面 醒醒 你谁啊 我 床老奇 房卡给我 你死哪儿去了 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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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这房卡带 别别别 你别动 别动 你是否我跟他们喝了多少酒吗 我错了 我错了 赶紧的 赶紧的 我跟他们 我跟他们喝了两份白酒 你不让我多认识点人吗 我还给人发了名片呢 你说 你就变了吧你 你就变了 小心 你别倒点水吧 我不喝 手电话下 你别动啊 别动 别动 我给你拿 你疼死我 你疼死我啊 这黄金 都跟你说了 你别动了 你需要疼死我你 接电话 接电话 电话 给 电话 谁呀 说话 谁 谁 请问 是许半夏吗 赵总是吗 是我 是我 我是小许啊 赵总 你没事吧 我好着呢 这点就对我来说算什么呀 还让你打电话关心我 真不好意思 我打电话来 是想跟你确认一下 去北边买缸的事 是真的吗 是真的 是真的 吴总都安排好了 吴总啊 说话一向算数 我跟吴总都认识很多年了 要不然 我也不可能一架跟他要 一万五千吨 这不是把我自己也给装进去了吗 您相信我 我给您保证 你保证 我拿我的人品给您保证 你要是不相信我 我 你也不会给我打电话 对吧 我打电话来是因为你喝多了 我看你今天喝酒的样子 比他们几个实在 行了 你没事就行 我好 好 他们还うん 告诉是 你独安排吧 什么 为什么 为官员 童小琪 我得谢谢你啊 我这一晚上啥没老周 就混了个实在 邱总 你是干过地下工作啊 没办法 都是给毙的 查得怎么样了 查出来了一些问题 但是邱总 郭启东的手脚干不干净 其实您比我清楚 您让我去查他 您不怕他吃着没有 我现在什么都不怕 我只要一个结果 查的结果怎么样 您先跟我说说 你俩是怎么回事 怎么会闹成这样 这说出来啊 都让人笑话 这个郭启东啊 大协议毕业也就跟着 那个时候我也很惨 走街串巷的 贩卖这费东烂天 还到过外回 后来日子稍微好一点 我就建了这么一个厂 让他过来来帮我 这头几年啊还不错 挣着钱了 可最近这两年啊 我就总觉得什么地方不对 可我又抓不着什么证据 我也想让他拎包走人 可是我这厂又离不开他 我要不是没办法 急得不行 我真的不麻烦你 邱总 按道理说 这是您的家务事 我插过进来 确实有点不太记得啊 你可千万别这么说 现在这厂里是什么局面 我这一天到晚在外面跑夜 厂里边上上下下 里里外外可都是他的人 针扎不进水泼不进 你说你让我怎么办 照此下去 过不了几年 这个厂就不姓邱了 他姓郭 你怎么说 邱总 我来是想跟您聊聊 去北边进废钢的事 您看 你这配额要不要分给我一些 您也知道 我想要一万五千 不是 这聊着郭启东呢 怎么又聊进废钢了咱们 这配额这事啊 你不能跟我说呀 那都是武建设定的呀 你得找他去聊 我插不上话呀 听明白了 吴总说的三 那您跟我一块去呗 您跟他表个态 您说您愿意分给我一些配额 行吗 你看啊 我只有一万五千的配额 我要把这个配额让给你 那我吃什么呀 你得找吴总去 对呀 她是大头 对不对 对 那配额您愿意分 那我这查账的事也很难办 这什么意思 不会吧 不会吧 咱假设一种情况啊 就是你们俩什么也没查着 讹我来了 小彤 照片 郭启东是个人才 他要是不在您这儿干 自己干也能干挺好 小彤 您给邱总介绍一下 邱总 这些是我们顿店几天拍到的 这些是干板的生产线和原材料 这些呢 是他背着您在乡下开的工厂 法人是郭启东 厂子里的工序设备 跟您这儿几乎一模一样 我问过了 他们的剪裁钢板的价格 比您这儿可便宜多了 您懂是什么意思 但至于有没有把你公司的单子 拖到他那儿 那我就不清楚了 这只是一部分 老大 吴总 你们怎么来了 赵总在这儿呢 赵总 有事啊 吴总 既然您有客人 这事啊 咱回头宰掉 我就先告诉你 不不不 你先别着急 不不不 那个 这样你们有事聊 我们先上隔壁等 别别别 你们先说 我们这个事不着急 我都再放了 不不不 这儿 咱们这大事 他们也没什么调劲的事 赶紧说 说完赶紧走 小许不是要跟咱去浸废钢吗 找我借钱 我哪儿有啊 就说想找您借点票 小许啊 你就不用费这个劲了 给你五千顿 不是 您也不用去 你这钱等于是白挣的 还不好啊 吴总 咱上位不是说好了吗 您答应我了 给我一万五千吨 怎么又变五千吨 我什么时候答应呢 您得好好想想 你说你现在说这干吗呀 一个小女孩 不要现在总想着挣钱的事 你现在当务之急啊 是赶紧找个好男人嫁了 好男人都结婚了 不 不是 我这么年轻 我不想赚钱 我想什么 吴总 我有堆厂 咱们拉回来那些废钢 就放我那堆厂 咱们还能省不少钱 张嘴就来 堆厂在哪儿呢呀 我带您去看呀 不不不 行行行 我相信你 你要真有堆厂 我一定考虑 好吧 我这说正事了 赶紧走吧 快 帮我说说话呀 不是说好要为我做担保的吗 你没看老大这儿正忙着呢吗 输给你多少 你就先拿多少啊 你怎么这样啊 下回我不帮你打掩护了 你们俩怎么回事 打什么掩护啊 那老冯不是我说你 你能不能有点正事啊 自己家弄得乱七八糟 你那厂子要没有你老婆 早黄了 吴总 我先告辞了 你们继续聊 赵总 赵总 不是 赵总 吴总 你们两个 快你耽误我正事了你们 吴总 你 你怎么回事呀 你怎么这样啊 不是 说你的事 我帮你去 你撑我 你看你跟我说 这沉怎么办 撑我的事干什么 你踩着我 踩着我了 你 你好 你来怎么办 这就是 你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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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您好 请问您是要去哪个包厢 我找人 这都是特别的 这都是特别的 我找人 你自己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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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你自己愿意 谢谢 今天给你帮助 谢谢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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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总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您在咱们行业 可是赫赫有名的人 找我有事啊 我想跟您聊聊 去北边买钢的事 这事我应该跟武建设聊 如果您相信吴总的话 路中交易会之后 您也不会给我打电话 问我这件事靠不靠谷 也不至于现在去行政 一个外国朋友 第一 头听别人说话很不礼貌 第二 就算武建设再不可信 也比您有实力吧 您说得没错 吴总他们任何一个人 都比我要有实力 但对于他们来说 这就是一笔胜利 您不跟他们做 他们还可以找别人 这只不过是钱 赚多赚少的问题 但对于我来说 如果我做不成 我就破产了 我弄堆厂的钱都是借的 我的房子车子 都已经抵押出去了 如果这次进费刚我去不了 我真的只有死路一条 前面那些钱 全部打水漂了 所以赵总 我请您帮帮我 我真的走投无路了 我希望您能给我一次机会 听我说说我的想法 好吗 我就是想不明白 既然你没这个实力 为什么还要这么拼呢 我知道希望非常渺茫 但我还是想争取一下 人不都是从无到有的吗 如果您愿意跟我合作 我一定会拼了命地帮您干 您信不信 您所提出的所有要求 我都接得住 一吨废钢按三百五计算 那么一万五千吨 就是五百二十五万 现在国际航运 差不多三十六美元一吨 按照今天的国际汇率八点二 那运回国内运费 将近三百块钱人民币 那一万五千吨的运费 就是四百四十万 我现在手里有一百万 所以我需要准备 至少八百六十九万 还有四分钟 五万吨刚买回来 我相信我那一万五千吨的价格 会比他们任何一家都要低 这样您可以赚很多 还有您还要找地方对吧 那一万五千吨的堆厂租金 您也可以节省下来 我这趟聚金费刚 也是想了解一下这条路怎么走 我相信这个渠道 您未来也一定会需要 所以我希望我们可以建立 长久的合作 如果您未来需要去北边买钢 我可以去 您只需要按照刚到港后 当天费钢差价 分我两成作为新补费就好 想跟我长期合作啊 那你除了去北边那儿进口费钢 还有什么长远的打算吗 有啊 那堆厂附近地我也打算拿下来 而且我规划未来想建造一个 可以停靠万顿船的码头 那我们以后再进口的缸 都可以停靠在自己的码头 这样我们的运输费 会省下一大笔 未来跟银行贷款也会方便一些 最近码头的生意都不好做 为什么不租一个 自己建造一个资金压力可不小 所以我想一步一步来 先把配套设施弄好 先赚钱 我是这样想的 如果去北边这条路越走越顺的话 吴总他们进货量也会越来越大 我的进货量也会越来越多 还有你们公司的 对不起 我把你们公司的量也送进来了 那这么一算的话 其实我们不会赔多少 以我堆厂的地理位置 未来如果不建造一个码头 那简直没有道理 我们的堆厂配上码头 未来我们的生意也会活了很多 这是你干的 这不是你 你是疯了吗 那我就想干什么 你知道贪图下的人都说了什么吗 说干这事的人不得好死 不得往生 那你告诉我应该怎么办 小洋人要来看堆厂 你拿什么给他看 不这么干怎么办 拿上 滚 车队是你们买的 我不要 还给你们 拿上 说我不要 查都已经进去了 要他干吗 你还想进去是吗 你是嫌自己在里面待的时间不够长吗 你能不能长点脑子 干那就是人事吗 可是他们活该 什么东西 二十遍五十 这五十遍七十 就应该给他们点教训 你给他们教训 你自己吃的教训还少吗 童小琪 你在里面蹲了五年 你吃牢饭没吃够吗 我活该行了吧 我就想吃牢饭 就想回去 行啦 主意我出道 你上这点抗着 你再说一遍 没打够是吧 你再说一遍 来来来 你接着打 来 接着打 来啊 来 别打了 你把拦着 来 接着打 来 啥姐的 是我干的 我自己担着 不连累你们 大不了 五年 十年 可能也不用那么长 走啦 这回你得来看我啊 请请等我将离开你 请将眼角的泪失去 漫漫长夜里 未来日子里 亲爱的你 别为我哭泣 怎么样 好吃吗 好吃 这个是爆扇段 一定要挑新鲜的 筷子一样粗细的新鲜扇鱼 抽了骨头 用火候 炒出它的脆劲来 这个是大火煮干丝 就是豆腐丝 煮精华火腿丝 讲究的是豆香肉香俱全 这个是清蒸狮子头 一定要调新鲜的荷叶 肉啊 一定要一刀一刀地切 千万不能剁 一剁这肉香味就没了 这是龙颈虾仁 这道菜啊 有点残忍 为了保存它的鲜味 一定要鲜虾 糊剥 好吃 看不出来啊 你这手艺这么好 只要是放在古代 那就是玉厨级别的 再给你夹点 来 自从我外婆走了一会儿 我好久没吃这么好吃的 家常菜了 你是吃外婆饭什么的 这么好吃的菜 咱们喝两杯 好啊 这你也会啊 没点绝活 怎么在江湖上混呢 你这么可爱 一点都不像在外面混的 把手伸出来 那只 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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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可爱吗 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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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可爱 你手劲太大了 你一点都不像你啊 疼吗 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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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那出门你有毛病 抓虎吼这招 是因为我小时候老挨欺负 跟我外公学的 我外公是个老中医 我爸也是老中医 我爸用一位中药的名字 给我起个名 半夏 你懂吗 生半夏 毒 那是什么 环境做人 环境逼人 没有选择 如果你换成是我 估计你连九年 医学教育都完成不成 一 二 三 协谷 完美 谢谢 这回说得太好了 你这 我都没拿个啊的呀 拿个啊的 这太好了说的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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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先上车 来来来 我 我有几句话给你说 怎么了 多上了 您太多 说话不方便 那个 我们啊 又上来了一下 你呢 还是五千分 好 为什么呀 吴总 您都答应我了 我这一万五的汇票 都已经准备好了 那就刚不行了呀 配额只有这么多 你要多了 等于占了别人的了 不用说 我就知道 这钱肯定是 小洋人借你的吧 就是外星人借给我的 那也有什么关系啊 怎么就没关系呢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你这么一干 你就成了小洋人 跑腿的了 定价权是在他的手里 我就算给你八十万吨 你保证你能赚到钱吗 我没有说你出卖我们 背叛我们 这就够意思了 行了 你也别捣乱了 就五千段 吴总 您一直都说老大 从我入行起 您就一直照顾着我 我跟人家做生意 做这么多年了 你怎么就不能 帮帮我们的这次 您说您都把我 带过来了 对吧 我相信您刚才说的那些 肯定不是您的想法 都求必顿他们的主意吧 他们说的您还真信呀 他们就是要面子 就怕我买得比他们多 您不能听他们的吧 我知道您是最公正的 您心里肯定不是这么想的 您跟我说说我就听你 老大 大哥 我说实话 他们的意见我也同意 小徐啊 你真的不要太天真了 你想想看 在这个行当里 是不是我们干的时间 比你时间长 为什么我去找小杨人 要定金 一分钱他不给我 一下子给了你这么多 那他就是觉得你傻呀 你不要以为给你钱的 他就是好人 听老大哥一击劝 表面上的坏人 才能不怕 就怕这种道貌安然 按定使劲的真 听话 咱是一会儿的 我走 我走 干杯 干杯 祝你新的业务 好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没问题 好 好几天没你动静了 我谈算着 应该快出镜了吧 我在二连浩特 凌晨两点火车才发车呢 你一个人出门带那么多钱 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你放心 我就是死在外边 我也会把钱还给你的 这话说的 听我的啊 不管是钱配额 有任何问题 你直接给我打电话就好 他们现在 不让我买那么多 不让你多买 你这样啊 你就跟他们说 你代表我 跟你过不去 就是跟我过不去 把我的原话告诉他们 行 我知道了 干吗 怎么了这是 觉着自己受委屈啊 你们说的我都听着了 我能吓到天呢 你不要往心里劝 主要是咱对接这关系啊 那不是吴总的关系吗 咱们这 咱们这也得听她的 咱后面处理大 别让大家活 心里都不痛快 好不好 那个怎样的事 就送过去了 也得提了 要不把你那个配合 送你我点吧 你要我这么聊天的话 以后我不帮你了 过去了 行不行 你说过去就过去了 知道什么呀你 到脸再说吧 我说 到了 到了是吧 走顺利吗 不用担心 不担心 不担心 为什么不担心啊 拿了你那么多钱 你不应该更关心一下 你的钱吗 担心也没用啊 所以 我只能选择相信你啊 那你的意思就是 还是不太信任我呗 我等会打给你 干吗呢 没想到你还有这批 这批准机会 小点事 我觉着他们俩有点问题 我在这儿听了半天了 一点东西都没有 你不觉着 他们俩这关系 有点怪吗 不是 你别这么看着我 原本三个人 一块儿在这儿听听 你有病呀 谁要跟你去听 有你这么听相跟的吗 你们听出什么来 拜拜 拜拜 弄个儿 怎么我游戏最长的 就签签 签签啊 签签签啊 没意啊 来 来 哎呦呦呦 来 慢点啊 没事 来 阿彤 你给看一下 确认一下到岗的日期 好嘞 没问题 老大 按照这时间肯定是能到 那就行了 小雅 这个厂方的代表什么时候到 师傅 不用代表 咱们直接和妮娜签就行了 这事儿 她把一罐全全都交给她了 不是 这 这事儿你得盖工章啊 都带着呢 妮娜 到位 保陪切记 四宝 四宝 这 这还四宝 身带着呢 好好好 好 好好好 你们再看看吧 这样 我不看 先看盒头 还生气呢 来 来 行了 消息 这样 给你六线队 谢谢啊 定金你也不用管 行不行 我不要 我自己能处 大雪 你总这么别别来聊得不好 吴总 你这盒头 是啊 不谨慎一点吗 不谨慎一点吗 有什么问题吗 就在咖啡厅能签合同吗 又不是在钢厂里 你这是太难了 有几个合同 是从钢厂正门进去 能签下来的 他们是乱 好钢 废钢 都裹在一块儿买了 手机 表现好点 听没有 大哥下回还探你来 叔 这些合同 都没有什么问题了吧 没问题了 没问题 咱们签合同吧 对来来 好好好 来来来 你敢来一张吗 你的 一个 再来一个 好 听着你们的介绍 我感觉他们很有可能是被骗了 等我一会儿见到他们以后 再进一步了解一下情况 好吧 几位 你好 你们好 你好 我姓杨 叫杨金凯 是中国大使馆的 接到电话我就 你好 您好 现在的情况是 邻居告你们入室抢劫 那没有 那没有 我们是租的房子 对呀 我们只要 我太难过你拿入室带 太难过你拿入室带 别着急听我说好吗 好 我来就是来帮助你们解决问题的 都别说 有几个情况呢 我要了解一下 你说 你们为什么来我们这儿 我有个战友叫杨军 战友聚会的时候就聊起来了 聊起来了 他听说我做钢铁生意 他说他儿子在这边 问我能不能照顾照顾 我就跟他儿子 这个小杨啊 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他名叫什么 就联系上了 一听说这边这条件非常好 然后他就把一些资料啊 照片啊全都画给我了 然后我们就过来了 情况是这样的 有联系方式吗 只有电话 但他关机了 你们跟他接触之后 其他那些参与的当地人 叫什么名字知道吗 好几个呢 他有 尼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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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尼娜 那我早知道他们俩是骗子 我来的第一天我就知道他们俩是骗子 现在的情况上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他们是被骗子 你没看那吃饭子 那小杨刚要一等你呢 啪就把你那手给打上来 但是结果是什么 那明显不是正常的关系 你还有学校 你别说什么叫学校 这不是我带你来的 我带你来盖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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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跟我没关系 别吵了 别吵了可以吗 吵能解决问题吗 一个一个说好吗 我想上搜索 小雪 你什么意思 你们走吧 我不走 不 你要干什么 我不能走 我得把钱追回来 你别着急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大家损失的钱我负责 再说你也没有损失什么 你一个人都在这儿 这多不安全呢 听话 我损失可大了 不是 我就不信这边只有这一家钢厂 我说小雪 我得试试 我得试试 你试什么试啊 你语言都不通 在这儿说了 好几万多钢 你一小女孩 说等就得等的了 别这么去 听劝 跟我们一块儿回去 下回联系好了 我还带你来 徐总 都这时候了 您别弄给大家上饭那儿了 算你赶紧就跟我们一块儿回去吧 我 我说 你们忙你们的吧 别管我了 不是 再想想 想什么想 怎么听不进去话呢你 是 你 你 你这 哎 哎 哎呦 你这 我的 那什么 小雪 别管他 啊 当初就不该带他来 小雪 我这儿 我来看你 您瞧瞧一下 你别跟他一般见着 小雪他是想的 有什么发子的 喂 喂 喂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都顺利吗 赵总 顺利 正常 好 你怎么知道我房间的电话呢 我昨天见过球毕正 今天给冯玉打了电话 那 你怎么一句实话都不跟我说呀 人都回来了 钱被骗了 你还就顺利 怎么就顺利呢 你还在这儿干吗 为什么不回来 什么时候死回来 我问你 许本夏我告诉你 我现在非常生气 出了这么大的事 你竟然不告诉我 有你这么对待合作伙伴的吗 你现在让我非常不爽 懂吗 你放心 赵总 我不会写款全套的 好 我现在不是在跟你说好听的 我现在只是想告诉你 合同是我订的 字是我签的 但我不是一个占便宜 不扛事的人 挺好的 挺好的 钱 这辈子有的是机会转 但是命就一条啊 快过年了 回来吧 好吗 你胸围多少 你胸围多少 你呢 你呢 我进来 肸围 beter 天呐 怎么样 你快点快点 别跑 范小姐 你站住 范小姐 你站住 你别跑 范小姐 站住 范小姐 你钱哪 我钱哪 我钱哪 骗子 骗子 我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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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我告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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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信任任何人 尤其是你 你已经干砸一回了 你要是再干砸 就真的不用回来了 回来你也还不上 你还不上 我才是彻底的完蛋了 所以我希望你冷静下来 好好想想 是老老实实地回来 还是要这笔钱 我要钱 好 那你答应我 建不到货 死也不能交钱 你死 我也得死 赵总 你跟我不熟 但我们跟钱都很熟 行 那你在黑海开个账户 我用国际电汇 一秒钟就能到账 外界有这个特权 我等你消息 不熟 你迟到了 没事 太阳洛杉前肯定能来 我陪着你 你看 我要是干的 你的每天都不是开草 醋 不知道 谢谢你一路的帮忙 不 你走的时候再给我也不吃吗 你怕我走的时候 什么都忘了 谢谢 真的 来了 半夏姐 她们来了 真的来了 这样那 走 一点 再来 准备 中火 谁 �a 人 依宝 小 带 干杯 胖子 你这一口气 买了五万吨钢 哪来这么多钱啊 戒呀 我上哪能弄那么多钱啊 都是戒 戒的 不过你放心 这批废钢都是上好的金钢 咱们国内可很少有这种橙色 等中月十五一道货 你们好好看看 见识见识开开眼 我上回跟你们说什么 咱们这回要翻身了 老大 我就问一句啊 咱这回是不是真的就发财了 你是不是傻 我都说这么多你还问 就是发财了 那就是真的发财了 发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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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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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 我跟你说你要再不回来 这陈宇宙就得被那帮要债的给逼死 你看他现在老的 去去去去 谁老的你才老的 辛苦你了 真的 真的辛苦你了 等这批飞钢一到手 到时候咱还他们钱 给他们加利息加钱 咱现在有钱啊 到时候我这堆场马上建起来 咱有自己的码头 那我的万吨轮船 就停靠在咱自家的码头 川儿 咱以后再也不用过那种日子 咱们再也不能陪人笑点 看人眼色 我运回来这堆钢 所有成本加起来 就得有七百三十五亿吨 这要是按照今天这个价格 七百亿吨 我一吨就损失了三十五 五万吨我就损失了一百七十五万 赵总 您不会按今天这个报价来收吧 按照合同规定 你确实是已经赔了 那我们能不能缓一缓 我真的赔不起啊 说不定哪天钢架就回来了呢 那可不一定 咱这行是靠天吃饭你也知道 要是发生战争 你现在已经是一万富国了 钢架是会往上走 但是按照目前的情况 除非有大的政策调整 否则钢架往下走是趋势的 我要商量一下 您能不能帮帮我 按照我的进入价说 只要我能保本 够七百三十五一吨 我马上就出手 我之前就当全卖干了 辛苦费我也不赚了 那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按这个价格前 我怎么跟我的公司交代 想过吗 我今天来也不是来逼你的 只是想告诉你目前这个局面 你要有心理准备 我可以帮你再撑几天 但是 能撑多久呢 今后的路怎么走 你要自己想清楚 能看清楚我吗 看得去 我怎么了 低血糖 你肯定又不好好吃饭 还心机 是不是非得把自己 饿到运走才行啊 躺下 你躺着 小陈 别懒着 你看她自己起不起来 睡眠严重不足 还不吃饭 精神压力太大 按照你爸中医那道说法 你现在是元气大伤 血气双魁 我们老租商量好了 给你弄个病床 休息两个 给他办个另外观察啊 我就写好了 好好躺着啊 住医院啊 我不住医院 我得回家 为什么呀 公司好多事啊 我这住医院了 人家回都以为我躲了 你不躲就能想到解决办法吗 办法都想出来了 宽儿姐 你血小板头地形什么样 你知道吗 你现在是化着妆的 你回家自己 把她脸洗了 你自己看看 你就在医院待几天 怎么了 你听我的 爸 爸爸 吃饭呀 看我干吗 你怎么还吃啊 你想想办法把房子 从法院拿回来 没办法 那你把那五十万还给我也行 您去我那屋看看 那一楼许徒书呢 都是催债的 我不干 我跟他们能一样吗 我是你爸 是你亲爸 谁都没有用 用什么有钱 你这是人话吗 你当时借钱的时候 可不是那么说的吧 你做生意 可以 你卖飞机卖大炮 你卖原子弹 那你不能赔了 拿我们的钱赔是不是 你想想看 我跟你刘阿姨容易吗 这把年纪头发都白了 倩倩她年龄还小 用钱的地方多 你说不还就给我还了 我告诉你啊 陈宇宙那边我去打听过了 法院我也找人去问过了 你要是真不还的话 我就跟你这朋友挨个说 你是什么 我什么呀 你再喊更没有钱 坐下 什么东西 还有亲爸 你亲爸这么对我啊 你现在让我怎么办 我现在就是没有钱 我去卖血卖肾 你看他卖多少钱 你这不就是说话无赖吗 你怎么能这样对你亲爹呢 不孝 没有信用 别演了你 你第一次我演了 你不给我怎么办 那个家伙还回得去吗 你刘阿姨他不得骂死我 行了行了行了 你那点钱呢 我不是还不起 给我点时间 那 我明天再来 你听不懂我说话吗 我说给我点时间 不是明天 你倒是想两半吧呀 顾奶奶 你还吃 夜半天的不累吗 你吃点呗 家里还有两个饿着 服务员打包 好 就按照斯蒂夫的方案吧 你帮我再抬高点价 帮我争取一下 与其给别人 不如给你 你知道如果同意 斯蒂夫的方案 除了你会死得 彻彻底底之外 还意味着什么 我对你的信任 支持 对这件事情的判断 全都是错的 我不能接受这个错 赵总 我撑不住了 我被人起诉了 我被人起诉了 很快就要被执行了 再过几天 那些纲业已经不是我的了 我还要被一身债 如果我同意斯蒂夫的方案 至少我还能保全 就算你同意她的方案 就真的能接套吗 钱那么多钱哪 你还不起她 我们已经成了这么久了 没有别的选择 只能再继续扛下去 没有 春天会来的 大半年了 春天哪一天会来啊 会 谁信送你呢 你告诉我 我去找她 你实话告诉我 你到底遇到什么难事 不是我不说 是我说的也没有用 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 你再这么下去 身体一定会垮掉的 到底什么大事不能先放一放 每天像坐在火山上一样 不就是缺点钱吗 别想着一个人扛 我们可以一起分担 一起想办法 你是不是还要去工作啊 一会儿吃完 你把碗放在这儿 我自己吃完 我来收拾 你去休息 我有点晕 我进去躺一会儿 一会儿走的时候把门带上 我去喝一下 我去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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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客气 我去喝酒 你去 我刚才说的你都听见了吧 我觉得你缺一个人照顾你 看着你 你每天在那儿琢磨这个琢磨那个 很快心血就会熬干的 我不是生意人 我也不懂 但我知道 你再这么熬下去 也熬不出钱来 我想说 我能躺在那儿吗 你可以躺 但我不认 不认是什么意思 老苏 你是个好男人 对我很好 我心里都知道 我有认真考虑过我们之间的关系 我也努力过 但是感情这个东西 我没有办法将就 我也不能勉强自己 那两个人在一起 也不能是靠感谢和努力来维持的 你说对吧 我也不是那样的人 你能明白吗 但我还是拿你当我最好的朋友 明白 好好休息 请请 圆着 亲家 庙 市场预冷之后 随着国家基础建设 及推动房地产市场政策的 陆续出台之后 到目前为止 中国刚才的价格指数 已经达到了108.17点 短短几日 环比上升3.67% 同比上升1.78% 十足1.6% 徐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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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施和平均建设等 并然会在未来 大有多数价格的需求增长 预计未来全年 钢铛消费需求量增长幅度 将超过6% 达到1.1%左右的水平 钢新的价格将提高5% 背钢的价格也将继续看涨 有专家预计 中国钢材市场 有可能在明年 第四次进入到 最激旺的需求发展时期 今天是既往开来的一天 也是我们浴火重生的一天 什么叫浴火重生 大家请看 今后我们不止做废钢生意 我们要做贸易 我们要做全世界的生意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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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各位 大家赶紧去 适应一下新的工作环境吧 祝大家开工打击 加油 行了 忙去吧 野猫 野猫 来 跟我们拍张照 干吗 跟我们拍张照 行 来 跟我们仨拍啊 来 多来两张啊 你也来 你一起来 拍一点 来来来 对对对 来来 你也一起来 那个 小张 程总 来来来 帮我们拍张照片 好好 快快快 一个跟我出奇一趟 头稍微靠一靠 二 三 二 一 说好了啊 只要我不高兴 拍拍屁股就走人 不许拉我 还有啊 我跟头小琪想见面就见面 不需要通知你哦 你是想让我穿这鞋吗 试试 我不喜欢 来我的公司 这个是我的规矩 我就上个班 不是 是 不 听着 你要是不听我的 你信不信我让你见不着 冯小琪 你吹牛 你试试 你说你这年纪轻轻的 怎么老给自己捯饰成这样 你穿得花里不少 你能不能有点审美 这叫时尚 咱俩有代沟 我就不明白了 你为什么弄喜欢童小琪呢 我也不明白了 她为什么对你这么好呢 你们能不能克制一点 我很难做的 你没事老往一块凑 我现在是做废钢生意 你妈一不高兴 她一跺脚 我就完蛋了 这关我什么事啊 我已经来你这上班了 还行怎么着 那我今天给你挑的衣服 上班必须得穿啊 你说你怎么 就没点审美啊 我是正经公司 你上班要什么审美啊 要形象端正 正经公司 正经公司 卖废钢 那我不卖废钢 那车队怎么换新车啊 别逗了 没童小琪给你拉沙子 你还活得过来吗 是 你这说的倒是真的 我之前一直没来得及 跟你们说声谢谢 你陪她拉了半年的沙子 也挺辛苦的 谢谢啊 可不过我还是不明白 你一个大小姐 怎么就能愿意陪着她拉大半年的沙子 我爸以前也蹲过监狱 跟童小琪一样 五年 她那个时候吧 跟我妈一起管一个钢厂 就想带着带货多赚点钱 然后就偷偷开工 在计划外多生产了一批钢材 后来这事就被查了 但我爸把事都一个人顶了 替我妈顶了 是不是还挺想到 当然了 我不是我妈 她也不是我爸 服务员啊 来了 给我配双皮鞋呗 好的 谢谢啊 不客气 后来呢 后来 后来 我爸出去之后身体不好 也不上班了 但是哦 我妈 以后做的所有节点 都是我爸出的 她能有今天 多亏我爸在背后支持她 我喜欢童小琪 还有一点 就是 她对你这么好 我就在想 我要是跟她谈恋爱了 我要当她女朋友 她得对我多好呢 行 你看看 满意了吧 你说 我要是想感谢一个男人 应该买点什么礼物送给她 好 男人 多大年纪 干什么的 我跟你说送礼物这个事 可是有讲究 你喜不喜欢她呀 你喜欢她 送的是一种 你不喜欢她 送的是另外一种 别想太多 行证 那我来套装 没上东西 你跟我说说呗 我认不认识 你就答应我 你要是真爱童小琪 看好她 一会儿这个许半夏来了 见机行事 小雪来了 正好等你呢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这就是我们家宝 宝 这就是你半夏姐 半夏姐 我总听冯哥跟我提起你 今天可算是见到了 果然名不虚传啊 对 对 你知道吗 半夏姐 你可是我心中的偶像 我总跟冯哥说 我要有你一半优秀 我就心满意足了 冯哥 新嫂子 我总得带她出来 见见世面的不是 那以后我那场呢 还在她跟我一起打理呢 有什么不明白的 待会儿得请教你了啊 小雪 我是特意啊 跟这儿等着你了 今天这局 你也知道 来者不善 万一进去了 他们是点乱七八糟的 你可千万别动气 就当是给我一面 好不好 这话说的 我动什么气啊 对对对 走吧 不动气不动气啊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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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大包了一个最大的包尖 这么大 真是 这谁啊 小雪来了 小雪来了啊 徐总啊 我们可是恭候多时了 你能来那真是太好了 阿童也来了 徐总好 发型不错呀 老饭好吃吗 老饭有什么好吃的 来 您请 来来来来 吴总 您今天请这么多人 没必要吧 有必要 太有必要了 都是朋友嘛 来来 坐坐坐坐 赵总怎么也来了 他跟咱们这局没关系吧 太有关系了 没有赵总我也请不来你啊 在这儿说了 你也得呀感谢人家赵总 要是没有赵总赴汤蹈火 也没有小雪总今天呢 是不是 是 您说得没错 来来 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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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既然这样 赵总来 你坐这边 不是 你 回去坐这儿吧 就坐这儿了 上坐 上坐 徐总 对对对 坐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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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 坐呀 来来来 既然赵总不动 那我就坐这儿 那 秦副总 上坐 这不合适啊 徐总 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 你总得给吴朗达一个面了 你说这个座位你要不坐 他谁敢坐呀 还是上坐 那你倒好吧 女士优先 就听徐总的 那这 晓晴 那你坐吧 那吴总都说了 让你过时 我 那你别拉着 都坐都坐 都坐都坐坐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都是自己人 坐坐坐坐 别客气 好 人齐了 咱们就可以开宴了 谢谢大家赏光 那个请大家来呢 一 设计下锅 都进皆不出来了 实话实说 冤界一皆不一皆 得谢这个机会 大家也沟通沟通 化解化解 还有就是咱们赵总了 得好好的安慰安慰咱们赵总 赵总 赵总 我有什么可安慰的 困难都是暂时的 大家放心 我过得 差不到哪儿去 我就喜欢赵总这样的自信 好好好 自信好 那个 来 小光 你得表个态啊 许总 我 我今天不喝酒 一会儿还要去见别的朋友 您不喝没事 盯着就行 我在里面这段时间 邱哥没倒 我谢谢你 要不是有念飞刚的渠道 他早倒了 我干了 你的意思是 没有你 邱总这场子就没了 是这意思吧 他不是这个意思 他是在里边待的时间太长 出来都不会说话了 这说话都带着气 带着词 老东啊 我跟你说啊 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了 你所犯的错误 今后可不能再犯了 我确实有难处 敢错误认 以后不会再犯 小程呢 对啊 上厕所去了 小苏 我给你介绍一下 他是高欣怡 是咱们公司的财务 你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或者买什么东西要报销的 都可以找他 明白 高总好 叫姐 欣怡姐 我刚毕业 什么都不太明白 您要是有空多教教我 嘴还挺甜 姐 他定的是什么岗位 小苏 我们是做钢铁贸易的 那你是学计算机的 你来公司能做什么呢 说说你的想法 我可以带领大家 接入国际互联网 在国际互联网上面 咱们可以看见 全世界的钢铁贸易交流信息 我到时候给咱们公司 做一个网页 在这上面宣传 这样的话 全世界都能知道咱们 板下钢铁贸易公司 徐总 我知道您最初去 国外进钢的时候 光路程就花了半个月的时间 如果咱有了这个网页 这些时间 精力 金钱 都可以省下来 真的吗 真的 那你需要什么 我需要全公司所有人 都配上电脑 而且我之后要做一个 贸易信息交流的站 所以我需要一些研发资金 要多少 十万 你刚上班又有什么钱啊你 五万也行 你这还怎么回事啊 哥 搞研发的就是需要钱 什么搞研发 能不能脚踏实地 踏踏实实的 班下你别听他的啊 徐总 你给我出来 小苏 你给他五十万 算是启动资金 我给你成立一个单独的部门 希望你把你这个互联网可以做好 让我看到你的到来 对公司有多大的帮助 好 徐总 这么巧 你怎么知道我做的 我上次送你回来过呀 虽然不知道具体住哪个房间 但是你这么特别 总是能打听出来 找我有事吗 进去做吧 正好 买个包子还热着 边吃点点 我请你出去吃饭吧 你想要什么 薪资还是职位 随便选吧 其实我还 没有想法 在你手底下打工 我都应该去WA 你们这一家 你们俩人呢 德国库丁克钢铁公司 这个是日本神钢集团 你可以看一下 我知道 都是大公司 他们用你了 还在谈 那正好 在那之前 我非常乐意成为你的跳板 我给你看这些的原因是因为 我跟你实话实说 你也别不高兴 是因为我还是想在 外资企业里工作 他们的人员素质 管理体系 还有手里掌握的资金资源 哪怕是国内最强的民营企业 都比不了 更何谎是你 这我就不同意你的说话了 国内的民营企业 现在发展越来越好了 未来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你说这些公司是很有名 有上百年历史 我的公司不需要上百年 给我十年时间 我相信未来发展 不会比这些公司差 赵蕾 你是中国人 重阳内外不太好吧 那我就 十年之后再临加速 十年之后 我不见得需要你 但是我现在 非常的需要你 谢谢 老苏 小蕾怎么了 他怎么突然晕倒了 他肺部有两处病变 面积还不小 这也是血液病 引发的并发症 验血指标已经出来了 非常糟糕 非常糟糕是什么意思啊 恐怕 比你想象的还要严重 什么病 肺癌 肺癌 一丝万起 肺癌 一丝万起 肺癌 他以前只是有血液病啊 肺没有问题 你们是不是查错了 你过来看 这个是肺部阴影 范围还这么大 边缘部分已经盖化了 这是呼吸道阴影 明显肺部受到了感染 你仔细想想 小陈这几年 有没有长期 在空气污染的地方工作过 而且没有做任何的防护 结果出来了 没大事 就有点虚 作为男人 怎么能这么虚呢 还有 就是支气管炎 养一养就行 回头我找老苏 给你开点尽苦药 行 那既然没什么事 我不想住这 这住着不舒服 我想回家 行 那我们回家 那 那我收点东西 你跟老苏说一声啊 去吧 邱总 走私军火案已经出结果了 不成立 这些废纲到底是不是军火 大家都信你很清楚 我就不明白 邱总 这些年我对你够意思了 你不能一边吃我的红利 一边这么干 那你会在干什么 这个拘留所你说让我进去就进去 说让我做 我报复啊 你这么对我 我不得给你点教训 你是不是就想拖着我 让我不要竞标沈二刚 告诉你 什么 你非半天气把我保护出来 你想干什么 说说 其实 竞标沈二刚这件事 最主要的竞争对手 是我和武建设 而不是你 你只要选对的人 这块蛋糕你都有个吃 要不要咱们一起分这块蛋糕 你刚说的没错 主要竞争确实是你跟武建设 但你们谁也离不开我 你们一个人吃不下这个场 你既然说了分蛋糕 好啊 怎么分 武建设答应你的全部巧劫 你都可以答应 邱总 其实大家做了这么多年生意了 做得怎么样 现在什么情势 你也都看得很清楚 是跟武总站在一块有未来 还是跟我站在一块有未来 你是个明白人 咱先别谈未来了 咱先谈谈现在吧 就谈谈你 你口口声声地说 是这几位大哥把你带出来 你才有尽体 你心存感激 你记着我们的好 但你闷心自问一下 你真的有这么想过吗 你对我们有意思的感激和尊重吗 是谁给你的胆子 你可以这么侮辱我 我想问啊 在你眼里还有没有规矩 有没有掌右尊卑 你凭什么这么跟我说话 我跟武建设在这个行业里多少年 你才干了几年呀 你真因为你挣点钱 你就长本事了 你一个收破烂的出身 你有什么则跟我谈生意 以前是阿东的事 现在是竞标的事 多少次三番五次的 你把我的脸踩在地上 我球皮上做买卖做了一辈子 你这么侮辱我 你要求我我得哈着你 只有哈着你 我才能得到一块蛋糕 这是你分我的 你以为你是谁呀 今天既然咱把这话说到这份上了 那我倒要跟你逗一逗 是你这畜生牛肚厉害 还是姜是老子了 邱总 你还是不会做生意 许半家伙告诉你 你不要太小张了 你会遭报应的 这么小小的年纪翻了你了 大方 说好话我全靠你了 你是他风哥 你应该知道该怎么做 大局啊 大局 是 许总 真有雅兴啊 我还真是好多年都没干这个活了 你别说啊 就自己晒的鱼杆啊 咱们这都比外边卖得好吃 就别窝了吴总 我手心 好 脸怎么了 脸怎么了 我这没什么事 小雪 你看今天这个邱总啊 是专门过来看的意思 你都明白吧 别说了别说了 没空 那邱 对 踏子 听说 陈总定 我买了点营养品 就是你给个大夫 你 那天在看守所外边啊 我说了一堆混账话 你别往心里去拿 我这不是刚出来吗 我精神上有点不正常 那个 邱总 你知道这鱼是怎么死的吗 他们一定很后患 自己当初瞎游 瞎折腾 所以死得这么难堪 死了都要成闲鱼杆 你说这就是你说的报应 是吗 那个 大雪啊 就算是报应 不是也得有个头吗 而且咱现在啊 付出已经够多了 差不多 徐总 你大人有大量 好吧 咱能让这事过去吗 萧总 我没想到你这么狠 你居然能让郭启东 去替你顶包 真没想到 我那天接你出看守所 就是想跟你好好谈谈 想给你个机会 咱们做个生意 你非要逮着那个机会 来骂我 你现在想跟我谈生意 晚了 谢了 小雪啊 我听见了 你刚才说的呀 都对 你看 事情到中这个地步 就是因为一个省二纲 是吧 你看 大家互相伤害 对谁都不好 咱们总得想办法解决 是不是 我们过来呀 真 这真的是 诚心诚意的 是吧 一起在做生意这么多年了 这彼此都互相了解 知根知底 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呢 我听明白了 吴总的意思 是你们七十来之前 都已经商量好了吧 有主意了是吧 没错 这样啊 咱们四个人 每个人百分之二十五 你看 合理吧 有一个情况得说一下 这个老冯啊 拿不出这么些钱来 他只能出百分之十 剩下的百分之十五 你我老邱 咱们各百分之五 可以吧 其实那百分之十五我都想要 但如果按照您的意思来 也不是不行 未来这个钢厂 董事长是我 马仁也得是我 小雪啊 当老道哥的啊 反正不管好听不好听我得说 你想着吗 你能够承担起这个钢厂的未来吗 这可不是你过去卖废钢 你这个手买来了 那个手就卖出去了 这是企业 钢厂是企业 企业就得经营 经营你懂吗 你 你办过企业吗 小雪 你不能想一口气就吃一个帕克 你主控你操盘 那你想不想过我们那些出钱的人 放心吗 你们老琼 老冯 他们放心吗 有什么不放心的 您是前辈 我不懂您可以教我 我保证咱们大家一起干 我会非常尊重我的每一位合伙人 但是这个钢厂 必须我说的 你 就真的不再考虑考虑了 您不再考虑考虑了吗 我已经答应他们了 我撤不出来了 你这点同情心有什么用 人家房地产商有政策有合同 一切手续合理合法 这个官司你打破脑袋 你也打不赢 合理合法 那合情吗 那你给我解释一下什么叫合情 这个时代在变 你看不到吗 你不明白吗 你想想看 当初出国进钢 你回来之后 被钢架差点压死 为什么能够突然翻身 不就是政策变了吗 每次都是这样 有人得力 就会有人被淘汰 来 本下 你别到了东北 就忘了要竞标的事 武建设那边一点都没闲着 咱们这边也在整理标书 有太多细节上的事情 要等你回来商量了 回来吧 好不好 说完了吗 你没事吧 徐帆夏 你搞清楚状况好不好 你都不知道你对面的人是谁 你 我不是吓唬你 你要照这么下去 你早晚是要出事 徐帆夏 当初我进公司的时候 咱们谈好的 公司的事我说了算 现在我告诉你 马上回来 这现在不是公司的事 这是我的事 你别管了 行 既然你这么说 竞标的事我也不管了 我现在就撂条子 咱们一拍两散 你敢 赵磊 这是两码事 这是一回事好吗 徐帆夏 我问你 这个钢厂是谁要竞标的 是你吧 如果你现在出事了 就算这钢厂现在拿回来了 竞标得到了 谁来管 我管吗 我现在明确告诉你 我不会管的 爱谁管谁管 赵磊 你给我听清楚 我的事你就不要管了 但是钢厂竞标的事 你得给我办好 总之你哪也不许去 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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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 好不好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 anın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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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然说点什么 尴尬 我会对你负责的 黄总 你男人是个爷们儿 盼了 我喜欢你 这是什么 买卖合同 我买下这刚唱的合同 你想买什么东西 花多少钱呢 都得跟我谈 在这个场子 但凡落在地上的 都是我的 那些废头烂铁看上什么 随便拉走 给不给钱的都好说 但是 记住但是 不该你瞎操心的 别瞎操心 弯弯定上 马上走员 我走了他们就能不跟你闹了吗 您要解决的不是我 许范夏呀 你啥都不懂 那块地皮是我拍卖下来的 给他们的养老金 补偿款我都已经发放完了 我该做的我可都做了 我该花的钱我一分都不少 可是我的人一个都进不去 他们不肯走 这事怪我吗 那你为什么不跟他们好好谈谈呢 光靠给他们断水断电 找几个标情大汉天天堵他们 这能解决问题吗 你傻不傻呀 我谈的是生意 他们谈的是感情 跟那个破钢厂的感情 这是两码事啊 他们想让这个厂重新地运作起来 你认为这可能吗 他们这些人 几代都生活在这个钢厂里 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根本 但是他们现在连最基本的 生活保障都没有 这是以断水断电造成的吧 不可否认吧 你有去看看他们现在生活环境吗 你有去听听他们的想法吗 你能花上一去买的土地 为什么就不能为他们的将来 考虑一下呢 我为他们考虑他们 我的本事谁考虑呀 你考虑吗 我告诉你去搬家 在这之前 他们本来不打算告我了 可是你来了之后 又把这些破址掀起来了 你知道吗 王总 你说得没错 我就是来买设备的 你要是能低价卖给我 我感激不激 但是家属这个困境你得解决 恢复他们的水电 给他们最基本的生活保障 否则我赔他们告到第一 那我要是给他们通的水电 你能保证他们不再闹事吗 这我不能保证 你看 你看 你看至少我可以保证 你们的矛盾不会再激化 你想一想 你现在也是寸步难行不是吗 行 按理说的 我给他们通水通电 许总啊 您也帮我说说话 跟他们说一说 把我拖死了 对他有什么好处呢 这补偿款不是我盯的呀 那是 那是国家订的呀 你偿款的事再说 我什么时候能去看个设备 这个好说 我马上让我的秘书 陪你到工厂看一下 你喜欢什么设备随时拉走 那说好 我就带着当地的工厂师 一起去看 好 别为难我呢 你放心 那咱就说好了啊 祝许总不许此行 生意兴隆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喂 信号不好 我听得清楚 你找个信号好点的地方说 我迷路了 我被那个王八蛋 王老板 带到了一个不知道叫什么的地方 一个山山老林里面打猎 什么 打猎 打什么猎啊 你在哪儿呢 他把我一个人拉在这儿了 我就不应该上他的道 我就不应该来 喂 班线 喂 喂 喂 你说 我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遇见你 我以为我这辈子 再也不会对别人用感情 喂 喂 我爱你 班线 你把话说清楚 我爱你 喂 我要是死在这儿了 你要跟我报仇啊 喂 你听到了吗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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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回来怎么不说一声 新发型不错啊 我觉得也挺好的 来来 进进进 东东 回来给你带点特产 来 专计 来 接一下 坐 坐呀 中午好 董东 中午好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 进门三个班 你为什么不去住院 为什么要住院啊 我以为这些 骗骗萧綦也就算了 你也信啊 这都是骗人的 我扔了啊 我都跟周倩也商量好了 等你回来 我就带他去门儿子 我从旅行社带了好多资料 你就看这个 这海 见过这么蓝的海吗 湛蓝湛蓝都多漂亮 还有这个 白沙滩 我听 去那儿旅游的人都跟我说 他们就会把这沙子带回来 是 我准备好多瓶子 我准备好多瓶 我也装上沙子回来 你要不要考虑跟我们一块去 我去干吗呀 给你们当电灯泡啊 也行 那我就给你带沙子回来 放心 到那儿 我就给你寄明信片 行吗 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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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骗你 还有个事我得麻烦你 帮我找个律师呗 我想提前 立个遗嘱 别闹 我看小陈精神还不错 你把他照顾得挺好的 辛苦你了这段时间 许总 我要加钱 加多少 你看到小陈的样子了 你看到小陈的样子了 他每一次化疗完以后 一直涂 根本吃不下去烦 头发也是一把一把一把地掉 我就是这么看着他 一步一步离死 越来越近 我就是这么煎熬着他 每一天 你说 你说我该加多少钱 我给你加一倍 我延不下去了 我延不下去了 你别这样 你再帮我撑一段时间 我给你加两倍 你要多少钱我都嫁给你 你除了钱 你还有什么 我有什么 其实不重要 我能做多少就做多少 其实这个杠场 也是小陈的梦想 我每天就在跟实践赛跑 虽然我知道最后 他不见得能看得到 我只要他开心 不管是什么 我都想给他 您干吗呀 神神叨叨的 我就想问你 他们说你从东北来的时候 带了一百多个人回来 你想干什么 你想明白了吗 他不是说了吗 我要办钢厂 我招工人啊 那都是我从东北招来的 正儿八经的技术员工 他那舅舅什么的那些 真不行 您看了点他 别什么人都往那线 我真伺候不起 我知道 但是你那钢厂不是 还没弄到手吗 你弯腰是弄不成怎么办 咱可赔不起啊 孩子 您干吗呀 我这还没开始干呢 你又泼了冷水啊 不是泼你冷水 你看你现在生意做得挺好的 你手上那点钱 你过过平常的日子 安安稳稳的不好吗 你怎么非得折腾呢 爸 你怎么说话呢 什么叫我折腾呀 你又不懂 你操什么心呀 我自己会处置好的 我不懂 那国营二厂以前是国营 那是国家经营 你懂吗 到你手上你能管好 你以前就是一收费品呢 爸 我收费品怎么了 你们吃了喝的 不都是我收费品呢 赚来的钱吗 我又不收费品 我能走到今天吗 你又不懂 少管 好好 这 别 别往那边去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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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要这样 我也帮不了你什么 这个你拿着 本来就是你的 赶紧走 别让钱他妈赶紧 赶紧走吧 回来了 刚刚打电话问你到哪儿了 这楼道里都闻见香了 今儿什么日子 你还亲自下厨啊 手艺可以啊 明天你就要上战场了 我们提前喝一杯壮行酒 先去许首啊 嗯 我仔细想过了 明天竞标你去许牌 到时候给我打电话 让我听了就行 为什么呀 说实话 我是 不知道该怎么面对 伍建设他们了 拿下这个钢厂 就是伤到了他们的利益 我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 等这事过了吧 过了之后 我再找时间 跟他们好好聊聊 对 但我有疑问 如果 我是说如果 如果到最后 追长追到不理智的地步 超出了我们的底线 咱们怎么办 继续追吗 追 继续要追 这一点不用质疑 我知道这事从到尾你都不太看好 你什么事都是顺着我的心意 我保证 拿下这个钢厂 我以后什么都听你的 预祝你买到成功 你收到做到啊 都听我的 都听我的 喂 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庆祝我的失败吗 庆祝我的失败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什么意思 我问你 你当时为什么追 说呀 你为什么不追下去 你能冷静地听我说吗 赵磊 你知道这个钢肠 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什么 你全程都知道 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你跟武建盛他们是一伙的吗 就是想看我笑话 想让我许万家变成一个笑话 我是在救你你知道吗 救我 你都听见了五千万 而且这只是个开始 再往后呢 小陈就要去世了 我就是希望在他走之前 把这个钢肠弄下来 让他看见 你以为你把这个钢肠拿下来 小陈就能活吗 这是我唯一能做的 难道你希望小陈在九学之下 看着你破产吗 这是一笔生意 你能不能理性一点 赵磊 我跟你说过 我一旦投入感情 就不会有好下场 你是想亲自验照这句话吗 你什么都考虑 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我们之间是做生意吗 做生意是理性的 但我相信你它就不是理性的 徐万家我告诉你 不管是对你还是对这个钢肠 我都温习无粹 滚 我现在不想再听你说一个字 滚 你说我相遇 捉摸不停 你说我相遇 捉摸不停 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你说我相遇 和你总是干不清 你总是干不清 你只是我永不在乎 也曾真心 你 怕自己不能负担 对你的深情 所以不敢隔离 他一起 你说要远近 暗地里深情 我让你看到孤寂的眼睛 对了 还有一件事 武建设之前确实找过我 他说只要我帮他拿下沈二钢 他就让我做 美国钢铁公司的省计代表 同时还会给我一些股份 我想这些事情 你早晚会知道 还不如我先告诉你 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你说我想梦 忽远又忽迹 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无人相伴 除了爱怨和无助 人生是聚散 倔强半沮丧 浮沉起落 激昂般无常 顿错似一样 顿错似一样 磅礼半忧伤 浓烈柔弱 飞红般昏黄 飞红般昏 那你为什么不声不响的就来了 是你让我跪的 我还让你举盘呢 你怎么不听啊 跑上海来是干什么来的 是为了夺我吗 那我要是不来 我们是不是就散了 出了爱怨和无助 人生是一年 说话呀 瞬间般永远 长短快门 梨落般千千 天涯在身边 疼痛般香甜 无言风蝶 牺牲般亏欠 你就不怕我们真的散了吗 有那么一刻 不觉得世界上再没有什么 我走的那天 想测人间 除了爱与和 我真的觉得我们就这么散了 有那么一刻 我甚至任心在抓不住什么 来上海这两个礼拜我才知道 这件事对你伤害有多大 我才知道我有多爱你 对不起 是我太后知后觉了 我去跑铁边 你能原谅我吗 天涯在身边 你要怎么不伤我 疼痛般香甜 无言风店 心生般愧借 江会长 你把这一片地都租下来了 说说吧 有什么想法 我想办一个属于自己的钢厂 你还真敢说呀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城市 拥有两个钢厂 你们的销路都是一样的 你凭什么可以竞争地过武建设 我的钢厂 一定换照最高的技术标准走 我的高炉 我的冷凝系统 还有排污系统 都会用最先进的技术 出来的钢材质量 肯定比他们好 我还是劝你的 跟武建设他们合作 你的能力我是清楚的 老鼓他们挤的也是内行 你们强强联手 把沈儿刚办好 这不是一个更实际的事情吗 钢会长 我想做真正的一流的钢铁企业 口气不响啊 我有地皮 有人才 架子我都已经搭好了 当然还是希望您支持我的 但不管您知不支持我 这件事情我都要期待 我还是想劝你好好考虑考虑 我已经想好了 我背绕新钢厂的总工程师 带着工人出去考察一圈 学习一下人家的鲜血经验 从你走 实际上 你这个人真是执拗的好 不管是之前去北边那边买肺钢 还是沈儿刚的招标 你都是最击敬的一个 凯夏 于公于私 我都要表明我的态度 我是不看好你再另起炉造办一个钢厂 高会长 您不知道这个钢厂对于我来是有多重要的 如果换作姓名 你也一定会这么做 半天见 我回家了 票钱卖好了就今天 我那几个表哥因为混同诈骗都被抓起来了 我打算回去好好找个工作 回去找一份正经的工作吧 你也可以来我公司上班 你是不是就觉得我脑门上写着 小陈的人四个字 我没有这个意思 小陈给你留了笔钱 他为什么觉得我会需要一笔钱呢 我现在回家第一件事 我就是要谈恋爱 我要找一个身体健康的 爱我的人 我们痛痛快快地在一起 打工 或者就是留在家里面种地 我要把这一切都忘了 你必须都忘了 我不要他的钱 我不要他的钱 我适当混托 但我从来不爱别人 这些日子 我就都快把自己给烧干了 我每天心里都是热的 我只要一想到他 想到他 想到他我有时候 就突然间蹲到地上 根本起不来 那感觉就 就挺像是 被人在那个 心口拧了一把 那足备挺不好受的 我现在心里也不热了 而且我这辈子也是 热一回少一回 心里那点柴火也 也差不多快用完了 他给我多少钱都买不回来 我这次活动实在是太贵了 你 就这样了 你以后要是在街上看到我 也别给我打招呼 好 我希望从来没认识过你 好 你对我那么的好 你对我那么的好 这次真的不同 也许我应该好好把你拥有 就像你一直为我守候 亲爱的人 亲密的爱人 谢谢你这么长的时间 陪着我 亲爱的人 亲密的爱人 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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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分 你这几天过得怎么样 还忙吗 我还行 你那边呢 顺利吗 还行吧 你什么时候能回来 你是不是想我了 想你这话说的 你的意思是 你不想我啊 我可没有啊 我是无时无刻不再想你 赵磊 如果我跟你说 我 现在很想你 很想马上能见到我 你能回来吗 好 每天啊吃银泡餐 也都吃腻了吧 我特地给你做了一点 没有放油 可以放心吃 谢谢啊 李医生 客气什么呀 老师的朋友不就是我的朋友吗 来 我来吧 我先去忙了 这李医生人不错啊 你看人家话都说到这份上 你的朋友就是他的朋友 你想说什么呀 我想说你们俩挺合适的 我的事你就别糟心了啊 好好吃饭好好养病 你这人怎么这么没劲啊 就这两句话 还没告诉赵磊吧 好 你在哪儿呢 我在北京呢 你还在北京呢 我这趟来有几件重要的事要办 所以多待了几天 你待这么多天公司怎么办啊 公司又野猫他们呢 放心吧 好 你怎么样 都挺好的吧 我挺好的 没事 北京今天天气怎么样 北京的天气啊 晴天 这儿就是北京啊 我也在北京啊 我已经想到北京啊 太阳了 日本人家的天气 今天我们站在北京啊 这儿就是一个体称的 北京的天气 你要不要喝点水 不要 那 吃点水果 我不吃 你怎么了 没事啊 我是觉得这几天住医院 住得我太难受了 怪不得小陈住院那会儿 老想往外跑 你打算待几天呀 后天吧 最迟后天回去 要不是老苏给你打电话 你都把我给忘了吧 这不是年底了吧 这不是年底了吧 公司的业务也多 最多堆着等我处理呢 我抓紧时间 把他们都处理完 争取下周 或者下下周 能够回来陪你几天 多几天啊 五天 还是一个星期啊 五天 你有没有想过 把上海的工作辞了 还是回避海工作 多陪陪我 我们多久才见一次啊 我们多久才见一次啊 我想过 但是 但是我确实只是习惯 在外棋工作 这个之前咱们也谈过 上海那边虽然刚刚起步 但我觉得发展得还不错 忙是忙了点 但是有机会 所以我想在上海能继续 懂了 怎么回事 快去接啊 喂 对 那笔摊子我知道 对 但是罗伦刚跟小星刚的价格 跌了百分之四 对 肯定不能按之前谈好的价格 是因为国际航线跟稻稿时间 对吧 晚了整整二十天 那就不能按以前谈好的价格了 所以你跟对方去谈 我们的顶线我可以告诉你 我跟老五的岁数都大 就是想啊 在你开张之前啊 能挣多少就是的 你们这两三年就这么挣啊 那要这么下去 还没撑到那时候 你跟吴总都得进去 这不就是来找你们来了吗 找我干什么 我是这么想的啊 我想啊 把这个钱啊 从五千车那场里抽出来 还有那开通厂 这样一来 它资金链肯定能断了 资金链一断 生产都得停 生产一停 这污染的问题 不也就解决了吗 邱总 你这是把乌总的路都给断了啊 你这是把乌总的路都给断了啊 你这么做不地道啊 那生意场上有什么地道不地道啊 那是钱啊 再者说了 我这样做 他最多了丢个茶 我要不这样做呢 像你刚才说的 他人都没了 再说我这个钱 我又不能白白地看着他打了水招 钱得用在刀刺上 钱得生钱 钱还得挣钱 你就说你想怎么着 我是这么想的 我想把钱啊 全投给你 加上一个开瓶厂 这样你就不用再造影 那开瓶厂不得了 怎么样 邱总 你把自己摘得挺干净的 给自己后路都想好了 生意啊 有什么不可以谈的 你怎么不可以谈的 乔总 这个关于新厂区和生产线 贾差案已经规划得很清楚了 我没法感染你 好意思 小许啊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每天早上起来想什么 是不是想欠金唐多少钱 你的买卖铺这么大 你的买卖铺这么大 得借多少钱啊 我私底下调查过你啊 你账上的钱呀 撑不过一个月 我说的没错吧 为什么不能跟我强强连合 我说的 你能进多少钱 至少两千了 还加上一个开平港的盛开设备 我那些设备可都是新的 十年之内不会被淘汰 如果你不信的话 你叫贾长安 现在就去 一个月得进账 一个月太紧了 一个月前得到账 过了一个月 我带上你的的都不算是 你考虑考虑 在想什么呢 这想什么呢 三年时间 谁能想到我把这片判图 断成如今这样 所以你就在想 再三年之后 会是什么样子就吧 没有 我才想 来 为了三年 三十年之后的我呗 许个愿吧 你们都说 新世纪的第一缕阳光 照在身上的时候许个愿 就一定会实现 许个愿 从不许愿 因为事与愿违 不如什么事情都能靠许愿 就能够实现 许一个吧 如果我能帮你实现的话 我一定能做的 你做不到 你做不到 赵磊 其实我想了很久了 我们都很了解 彼此的性格 更清楚自己的性格 我们都没有办法 为对方妥协或者改变 不是这样吗 我们自己的性格 别让凌智 伤害 我爱你 即使我再爱你 你再爱我 我们都没有办法牵手并肩 咱俩没再谈恋爱吧 我相信自己的判断 我希望你能有信心 有耐心 而不是跑来卖动你们一起 能扛多久就扛多久 天塌下来有个高的顶着 我就是那个个高的 我还是想在外资企业里来做 我不想在女老板手机来好吗 我们已经闯了这么久了 没有别的选择 只能再继续扛下去 接下来能等你拍子把面好吗 学生 请拿好您的登记牌 那边请 出租车 许白嘉 许白嘉 许可 你做服务我做不到 我后悔了 我后悔了 我也是 今天是世界之初 我们要把所有的不愉快 都扔掉 我想 我想给我们一个新的开始 可以吗 许白嘉 你愿意嫁给我吗 你说我想你 总是看不清 其实我永不在乎 你什么时候准备的 这是我的新年愿望 差点就实现不了 你能帮我实现吗 你不敢靠你太近 所以不肯靠你太近 你说要远近 人体里深情 不让你看到孤寂的眼影 张律师 那案子省得怎么样了 别提了 那事挺麻烦的 到现在还没个头绪呢 我都把KQ加上了 姐 到时候回去咱们家KQ 晚上好好跟我说说 二七晚上要到 不审的呢 都到齐了是吧 今天召集大家来呢 是有几件事要跟大家宣布一下 一呢 是钢厂建设虽然现在暂停了 但是其他规划建设 包括码头 有部分是省里投资 我咨询过律师了 这部分不会风停 所以小贾 你负责带人继续做下去 第二呢 是小苏 你这边要暂停省里所有的业务 准备好相关手续 彻底从公司分割出去 成立独立法人公司 跟现在的公司要毫无关联 还有最后一件事 这几天我们就要走程去 我会把钢厂的法人 变更为同萧綦 我去打官司和钢厂无关 如果顺利的话 一期工程还可以继续下去 我要交代的就是这些 老大 老大 这么大一钢厂 我 我真弄不来 没事 你有什么不懂了 可以问小贾 我想过了 我只有这么做 才是可以保全这个项目 最好的办法 好 欣姨 你帮我 做一下资产审计和资产公众 以便随时审查 大家各光各地去吧 去吧 小贾 小贾 以后公司的事 你多包着点小头 拜托了 明白 高会长 我跟武建社已经谈好了 把他厂里的设备 该拆的拆 该留的留 然后合并到我新建的钢厂 不行 许半夏 这可是沈二刚 就算改名了 他也是工营厂的老底子 就这么处理 这个责任谁都承担不了 高会长 那个钢厂您也知道 很多设备已经太久 没有什么价值了 就算是省里收回去 重新招标 那有武建社那党的事 谁还愿意承包 最后还是要打包处理 否则只会慢慢废掉 话是这么说 大人这个厂子 有几十年的历史了 很多人对它是有感情的 冒枉然这么处理 我怕 将要面对不小的阻力 高会长 说实话 我本来也不想接这个累赘 但是我和吴总好不容易达成共识 那大家就一起齐心协力 把这两个厂子办好呗 这对我们来说都是件好事 而且我这边确实也停了很久了 转眼春节 那春节之后 发改委的专家还要来现场验收 我实在是耽搁不起了 这件事情已经超出我的职责范围了 我必须要向上级领导汇报 行吧 我去担这个宝 你呢 全身心放在项目上 不能出任何岔子了 我知道了 您放心 你在这儿干吗呢 不是在吃饭吗 这个小赵 人不错 比之前的好 你一定要跟他好好相处 我觉得你们俩挺般配的 您又看出来了 就相处这么一会儿 哪不错呀 我怎么看不出来 你是我女儿 我知道你喜欢的 你们还是过来日了 行行行 我就带他回来跟人吃个饭 小赵 你说你怎么那么厉害呀 真是太有出息了 要说这人啊还得出国留学 知道吧 只有出了国 那才能出人头地 您是想让我出国留学 再深造深造啊 我说的是你妹妹 你妹妹呀 现在人生是最有关键的 你去看一看脚和好了没有 就那个什么猛 对对对 这没办法呢 我得先给小赵把个脉 我爸是中医 祖传中医 第四代 你怎么没穿我的 你是女孩妈 身体挺好 有点脾虚 跟她一样是因为太操劳 但是没关系啊 在我这儿拿几个药子 喝了就好 就是没事 对了 我怎么听说你因为做生意 被人给告了嘛 有这事吗 也没大事 如果输了就是蹲三年牢 应该赔几个亿 吓唬人哪 小赵 你跟我说实话 她现在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她确实欠着银行好几个亿呢 你怎么会这样呢 你怎么当初就不听我的呢 手上有点钱 踏踏实实过安稳的日子不好吗 为什么非要土大 为什么非要野心这么高呢 小赵 我跟你说啊 从一开始 去北方那边有买钢材 到后来要建一个堆长 还要买人家省二钢 到现在你看 生意上省上官司了 你说如果说这个官司要是输了 你赔了几忙 几个月啊 我 我现在血压高了 爸 您年纪大了 情绪别这么激动 我怎么能不激动啊 这些事让我睡不着觉 你知道吗 您踏实睡 这有什么事我自己担着 我也不用您操心 我是你爹 我能不关心你吗 我能不操心吗 就像现在小赵似的 他要跟你结婚了 你的事他能不管吗 小赵 咱们现在已经是自己家人了 所以他的这些事 你必须得共同承担 对吧 叔叔 您就放心吧 人在里面 一会儿给他 你回去吧 我跟你们一块儿 一会儿吓到咱 回去 别冲动 一会儿看看情况再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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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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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过得还好吗 你觉得我过得还好吗 这些钱你拿给我 说实话 我希望 我们可以从此有个了断 我们都可以 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 我知道你在深圳里养了孩子 有需要跟我说 我会尽量帮助你 要说这钱呢 真是好东西 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呢 这得有十万块吧 你觉得够吗 你觉得 是钱的事吗 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吗 来 我告诉你 自从被踢了那一脚 我就存不住尿了 我车里得放个塑料桶 随时随地可以方便 我还整日整日地不敢喝水 有时候不能携带尿桶 我只能去买尿布湿 开出动车 忙的时候连尿布湿你都换不了 我当都快欧烂了 就这样 我也不能去造堂子 你说 这样 你该怎么拧 去吧 盛丽做得挺大呀 是吧 许总 听说你又要结婚了 恭喜你啊 也是 你还能结婚 你说怎么办 只要你过得开心 我心里就不舒服 我这次回来 实话告诉你 我就是想来保护你的 你想干吗呀 想弄我 你还想怎么弄我 来来来 弄死我 来 许冠夏 你放心 我不要紧 我会永远缠着你的 杀人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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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生意 那些的歪的 别胡说八道 许总来了 你好 许总你好 陳总 好久不见啊 许总 许总 秦总 秦总 赵总 赵总 别呀 你现在是秦总 我就是个业务代表 坐吧 但是别误会啊 我今天纯粹就是 陪着老婆来应酬的家属 没办法 她不在家没饭吃 来 坐 来 里边行 里边行 坐 先 先 先 邱总 这什么意思啊 耍我呢是吧 赵总今天来了 那咱们的事也怎么聊啊 我跟赵总做的是一样的买卖 如果我今天在这 把我的底下都漏了 那我机会在圈子里边 还怎么混 邱总 如果您要是不想合作的话 那就直说 没必要在这儿假星星的 既唱红脑又唱白脸的吧 秦总 坐下说 坐 坐呀 坐下 坐下 你先坐 先坐 行行行行 秦总 这事不赖邱总 你消消气 赵磊说的是真的 他确实是一家属的身份过来的 我带他来的目的 就是想告诉邱总你 你在厂子里负责的是 销售和出口的业务 在做任何决定的时候 最应该先考虑的是公司的利益 而不是我的感受 不管你邱总最后选择哪家公司 我都不会和赵磊的公司合作的 明白吗 明白 你看到邱总的表情了吗 我真想拍下来给五间车看看 你没生气吧 生气啊 但我生气有什么用 生气也没有用啊 但我没有想到的是 你竟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就这么无情地把我抛弃了 老板 你是不是对了 有多少得给点补偿 老板下段辈子都补偿给你了 怎么了 这不还差不多 我女好 咱们还是把工作和生活分开 家就是家 别在家里弄得好像换个地方办公一样 赞同 但是我还想多说一句啊 徐总 高会长 你怎么来了也不打声招呼啊 我想你了不能来看看 今天我不是什么高会长啊 就是你的高阿姨 来看看你 省里有一个清风行动 我马上要到那边去开会 可能很长时间都看不到 高会长 你看 这个车间是吴总在的时候 就有的老兵了 他现在依旧是刚才的出产质量 最稳定的车间 还有那个角落 您当时跟我说要利用起来 您还记得吗 你呀 只要在钢厂 说到钢材 眼睛里是有光的 你这个说 你的车间的感觉啊 怎么有点像 我在外人面前说高欣怡 你看这丫头又任性 又惹我生气 我是她的亲妈呀 总是要包容的是不是 做企业 就有点像 养孩子 但也不全像啊 高会长 既然您让我叫您高阿姨 那我就说几句任性的话 我最近一直在想 这要是真上市了 那这公司是不是就不归我管了 一想到 这公司未来可能就不属于我了 心里还真不是死亡 小雪啊 你能跟我这么说 就没你长大了 你弟弟那些材料 领导们都看了 还是满意的 但是提醒你一下啊 上市过会的所有数据 必须要准确 您放心 我不是只会做表面功夫的人 你看正常情况之下啊 没有一个孩子会抛弃他的亲啊 但是企业会 在国外有很多这样的案例 创始人在上市之后 在合理合法的情况之下 被董事局提出去了 所以你刚才跟我说的这些啊 就是对未来失控的担心 怎么说呢 当然了 希望自己的企业是 越来越好 但是也会担心 怕他太好了 我之前说过 上市是一个企业 要走向快速发展的必经之路 可以这么理解 这是一个名音企业的 成人理 从野蛮生长的青少年时期 过渡到一个更加成熟 面对社会有责任心的一个成年时期 至于你嘛 能不能从一个小商小贩 真正的成为一个 有社会担当的企业家 全看你自己 没关系 没关系 没有任何事 我不是你 没关系 没关系 我不是你 来 来了就好 没连夜逃跑 说明你还有症 昨天晚上有一刻 我真的想跑 他想跑出去了 这节目都结束了 就安全了 现在想想 还好没跑 如果跑了 我这一辈子就完了 所以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什么要拿回那笔钱 钱是给郭启东的 我总觉得我亏欠他 我想补偿他 我一分都没拿 信也好 不信也罢 那钱是在他那儿吗 他都没要 他觉得我是在可怜他 是什么呀 那现在钱在哪儿 我赶到上海 我想把钱当面交给新方便 可是我赶到的时候 他已经被抓了 我在前台大闹了一场 就把钱扔在前台 可是现在说这些谁信 我真是挑得黄河也洗不清 当我重申一笔 那个钱我真的没有拿 还有公司报关税的事 我的本意真的是想给公司 增加利物 秦方平这小子亲口跟我说的 说以前都是这么操作的 绝对没问题 我信他 但我不是故意的 你只能扔下来 邱总 偷换概念骗取高额退税 这是事实 就像你说的 如果你真的逃了 你这辈子都没救了 所以我劝你还是去自首吧 是你的罪你就认 不是你的 谁也不会冤枉了你 我原本以为啊 跟以前一样 这股风刮过去就没事了 现在看来我错了 真的跟以前不一样 打擦边球的事 做不得了 常在河边境哪能不识心呢 这次我不但是歇事了 身子也掉下去了 以前的那套生意精 我会念的 不会 当年沉默钢厂 是政府常识性的代表方案 并没有清晰地表明产权的所有 是后来新修订的法律 才规定产权 扔归国家所有 这些 那时候并不知道是他 那当然了 绝非有意侵吞国家财产 谁敢给自己惹这么大麻烦 如果 把五件社整包的费用 换算到今天的话 这将是笔巨款 那么侵吞国有资产的罪名成立的话 那后果不堪设想 其实我现在比较担心的是 高月庆 高会长 他被停职了 要随时接受约谈和调查 上面说要等一切成案落定之后 再决定他的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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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国企改革得了轰轰烈烈 确实有一部分人借机赠孔子 把工友财产揣进了自己的腰包 变成了被人民血汗前为肥的臭臭 但也不是人人都是臭臭 还是有像高会长这样的好领导 好干部 不行私舞弊 不与权谋私 不贪污受贿 不管他是把钢厂承包给你 还是后来由他主张转包给我 据我所知 他没有收过您一分钱 我也没给过他钱 他完全就是按照当时的改革政策 来盘活钢厂 也为了那些把大半辈子 都奉献给钢厂的工人 能用饭吃 高会长 是个好人 那谁是坏人呢 我吗 当然不是这个名字 小雪 我活了半辈子了 能够让我佩服的女人不多 你是一个 高会长也是一个 真是想回到当初啊 要是能够回到当初 我不会在我的钢厂最不景气的时候 变卖设备自救 也不会把它转包给你 现在倒好 很可能 就成了我侵吞过有资产的罪证 自从我个建设钢厂 并入了你的宇宙钢厂 咱俩就成了一根生生的蚂蚂 谁都跑不了了 吴总 当时您承包上二刚的时候 到底用没拥有产权啊 后来从你的钢厂并入到我的钢厂 这产权有没有发生变化 产权的定义是什么 我们还是要弄清楚 你们有没有想过 咱们办一个自己的钢厂 咱们有自己的堆厂 有自己的码头 也有自己的飞钢渠道 如果咱们拥有自己的钢厂 以后咱们就可以自己练钢 三年以后 不仅我们的堆厂 码头我一定会让这一片 全部灯火通明 你们每个人 不管来公司时间的长短 都尽心尽力 尽聚尽责 陪伴着公司的成长 也陪伴着我的成长 在公司最艰难的时候 在我最艰难的时候 你们没有一个人 选择辞职离开 我真心地感谢你们 但是现在 我要宣布一个痛苦的决定 遣散公司所有员工 大家另谋高就 如果有一天公司 重新回归正轨 你们还愿意回来 我随时欢迎 对不起 今天最后一天上班 大家可以体验下班了 今天最后一天上班 来 新衣 你把我的房子和车都处理了吧 还有账户上的存款 分成三份 一份给小 kav爸妈 一份留在我的账户上 作为我的生活开销 还有一份 加上我在你们公司的股堆分红 继续补偿 因为贪图污染而受损害的家庭 真的想好了吗 我已经想好了 公司账户上的钱 分给公司的员工和钢厂的工人 每个人多发两个月的工资 工人的房租交到年底 剩下的供货商的欠款三还一部分 还有银行的贷款利息 然后 申请破产 吴总 我明天就去自首 我活了大半辈子 除了家人 我就跟这些钢铁最亲了 其实我一直在想 是什么让你一步一步地走到现在 我没有想明白 后来想 又是什么 让我一步一步地走到现在 还是没大想明白 你要是问我 当初咱们一起去北边的时候 我会不会想到今天 我还真想不到 我刚认识你的时候 我就觉得你是一个爽快热心 有些仗义 一门心思想挣钱 将来可能是会干点事的女孩 没想到你能成为企业家 还这么厉害呢 我承认 我承认 当初 审儿刚竞标的时候 我一部分是为了生意 还有一部分 是跟你较劲 我明知道哪些设备有问题 哪些条款不合适 但我还是把合同签了 后来当我要把它过给你的时候 这些问题我都没说 我是不敢说 说了咱们就合不成了 我一直在当所通 乌龟 也是在躲 而在躲什么呢 人要是太自私了 对别人也是一种伤害 就像是卖苹果的 把烂的一小块放在下面 看不见 就全卖了 可那迟早还会烂的呀 就像我自己的那些烂账 早认早解决 否则就会更难 说白了是不敢面对 现在我倾诉了 您有烂账吗 你没有烂账 记住 等我出来 你不许有烂账 你不许有烂账 许白夏 我给大哥个面子 能够出零点天来接我 再怎么说 我也是个当倒大哥的呀 干脆这个生意啊 大活一块儿做 小雪 你要非要去的话 就从我的份额里 跟你播出五千里 这怎么不就完了吗 大家损失的钱由我来补 你一个人留在这儿 这多不安全哪 小雪啊 你能不能也俩入一步 咱们大家再合作一忙 在这些人当中 我的心眼啊 还是偏下你的 我还是不应该在这儿 我们中国给你 我还是没静下 那个我 你怎么还能 我没静下 mund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